那么多阴影 哈喽晚上好 要来的好快 这个刘海怎么搞到脸上这么多阴影 哈喽 哎哟 我该去哪儿啊 这个位置很诡异 我人该去哪儿了 哈喽 你好呀 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 嗯来来蛮快的 看来周五的 不是周末的 周日的晚上大家还挺空的嘛 啊又在了 嗨晚上好 我这里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很疼的痘痘 这个地方 这个痘痘开始写特别疼 然后我就刷了那个水氧酸 我就一狠心就刷了水氧酸 刷了水氧酸之后第二天 就鼓了一个很大的痘痘 但是一挤就破了 破了之后就可以 就是这样很痛 但是会好得快一点 嗯 谢谢一个巧克力 哎不是 那个辩论我跟你讲 他们太不专业了 就是我还没有讲 我没有开始讲 你知道吗 就是我还没有开始讲 就是已经结束了 因为太乱了 太吵了没有秩序 所以就 没有开始讲 就结束 嗯 辩论真的 辩论赢不了我的 千万不要让我遇到辩论 嗯 哇 不会 但辩论真的 不要跟我玩这个 不是 因为我还没有开始讲 就是 嗯 他们有 他们说 嗯 不能讲得太正经 粉丝会不喜欢听什么的 我跟你说 这种思维真的就是差劲 为什么 这种思维为什么 这种思维是什么 这种思维是顺着思维 就是 顺应思维 他是说 呃你喜欢什么 我们拿什么东西 顺应大家喜好 但是真正的强者是什么 是引导思维 是不管你喜欢什么 我拿出来的东西 就是能够带领你 就是 我拿出来的东西就是潮流 我就是潮流 这种感觉 所以说这种 哎呀引导思维 这种才是对的 嗯 嗯 哦 夕阳的背景 我还有夕阳 夕下的背景 谢谢十哥磨牙棒棒 晚上好吃一下 我还有夕阳的 是吗 我忘了 我不记得了 应该是有 但我忘记了 不是 因为我 我本来想说 你知道我本来想了一个很炸的东西 我没有敢讲 就没有时间讲了 我想了一个非常炸的东西 在他们提到说 嗯 拿七百万金组什么的 我当然想了很炸的东西 我说我要是有七百分 我过来 我有七百分 我从意 我说 哎先不说别的 就说一个我从 从一个最简单的意 我什么呢 我我 我首先 你看啊 所以很炸的东西什么呢 嗯 一个很联想派 就顺应他们的一个 顺应他们的一个 一个话来说的话 我如果说 我有七百分的话 首先第一个热搜 人生中 从艺啊 从艺术方面的话 呃 首先人生中第一个热搜 辽宁省高考美女学霸 一个第一个热搜 第二个热搜 辽宁省高考美女学霸 签约四八传媒 是不是 居然没有 居然没有选择上清华北大 居然签约了四八传媒 出道做艺人 我的天哪 就大家肯定是一个 呃 比较失落的 评论都是比较负面的 然后呢 再来 再搞一个第三个热搜 是不是 再来说第三个热搜 热搜什么 热搜就是说 直接从公司出道拍戏 然后说哎呀 这个 这个不对 先先让他先 先是那个什么 先是大学 大学不选不考清华北大 哎 上北电中系人 你看说哇你七百分 加上你艺术分 那是不是得干到一千分了 一千分了 你不上你不上那个 嗯 北大清华你你你上那个 你上中系是不是 你不上你不上 你不上北大清华 你选择上中系 上北电 太可惜了 所以呢 所以呢 这是同一个月啊 这就是在你高考结束第一个月 也就是说六月份 你首先迎来两两波热搜 然后第三个热搜 第三个星期第三个热搜 你签约四八传媒 好的 你看自带的流量自带的热度 我的天哪 你签约四八传媒的同一个瞬间 你又有一个学霸人士的加分 然后呢 老王 老王发现了你之后 非常开心 高高兴兴的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了你一半 看了没有 你要七百万有什么用呢 但是真是你七百分给你带来的利益 然后呢 七百分给你带来的利益之后呢 看怎么办 现在三个热搜了吧 同一个月啊 六月份关了结束之后 出完单 算七月份吧 七月份三个热搜 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 到第四个星期了 七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 绝对不能显着 也得有热搜 热搜什么热搜呢 这样子 你直接跟你的大前辈 哇 已经毕业的同台标记 我的天哪 这个时候又来一个热搜了 之后就到时候那种标题 就是说什么 哇 什么什么学霸呀 什么什么跟这种什么第一名 就是总选第一名 哇 同台标记同台竞争 我的天哪 一下 整个七月份 满满满满当当 满满当当 全都是铺天盖地你的名字 这样子 你不只有了名气 有了金钱 有了热度 然后呢 你同时等到七月份八月份 哎 该干的干嘛 七月份八月份 暑假你都快乐失望之后 九月份开学 你直接去上学了 所以哪儿也不耽误 多快乐人生 对啊 成为了人生赢家 就是 就是你 你还在那边搞投资 还在那买房子 我的天哪 什么智商 你买房子不限购吗 朋友们 就是你这一个人 又不可能买很多很多套 就买房子 买商铺买楼 你要走合法程序的话 首先不说你七百万购买几栋楼 购买几套房子 你走合法程序的话 你这根本就买不下来 披露披不下来 而且再想再想一下 你看看你七百万来的合不合法 你是继承什么 你继承就是家里面的财产吗 家里面财产就是七百万 我天哪 那你家是不是 或者还说你中彩票 中彩票七百万 七百万 中完彩票之后 我也我觉得 说实话 因为七百万就是拿钱这个东西 家里面能继承遗产的家庭 财产的家庭 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就是所有人 出生其实咱们 咱们一般活到这么大岁数 都已经知道自己家庭什么情况了 就是你要想你去继承这笔钱的可能性 非常非常小 那你 但是学习的机会是拼动 对不对 每个人都能学习 每个人都能参加高考 我就算是高考考不了七百分 我考七百的一半 那是不是 说明我已经达到了七百分的一半 是我离七百分最近的一次是什么呢 我离七百分这个梦想最近的一次是什么呢 是高考的一瞬间 虽然我只考了一半 对不对 假设 虽然你只考了一半 那你万一优秀的话呢 你优秀你考了五百多是不是 这五百多考万个多分的人 非常非常多 但是好歹你在接近 但是如果你的人生以七百万为目光的话 首先你你的家庭情况 咱们都活到这么大了 知道了不可能继承七百万 那是说什么呢 你努力打工挣钱 你努力挣到七百万 那中到那你就七老八十了 我的天哪 或者什么呢 运气好 运气好 你中彩票了 我一下搞了个彩票中七百万 那好了 放眼来看 全球七十亿啊 七十亿的人口来看 中七百万的概率有多大呢 是不是 所以说这是一个你一辈子也没有办法去到达的一个地方 你有那个心情去研究彩票 你好好找份工作做都能赚很多钱了 都已经能养活自己人在这块研究彩票开玩笑 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两件事情从现实生活中的可能性来讲 难道不是七百分比你更近一点吗 没发现几块 你买房研究你等他涨价 但是你七百万你在上海买一套房子 说实话你都可费劲了 你买一套差不多可费劲 但是你买完七百万之后的房子 你你住进去了 你吃什么喝什么 你是不是要把房子租出去 七百万你在上海买一套房 车次买一套 还行的 然后你要租出去 租出去你住哪啊 自己在那个 你在那个位置好一点地方买一套房 你去 嗯 之后你再租 租浦东租宝山 是不是你往 你自己再租一个偏僻一点的房子 然后每天就是以大洋小 你多两年物业费都交不起 而且关键是 七百万买房子的行为 属于什么行为 它属于一个消费行为 另外这个笔钱 我跟你说 你在三线城市 我家算是三四线城市吧 你在三四线城市 你买一套房子 然后你省市减用 一年呢 支出不要超过十万 你可以吃到死 就是你住一套房子 然后呢 你在那个 嗯 或者说你想说我在三四线小城市 我买两套房子 我自己住一套 我租出去一套 我吃一辈子 但你想想三四千小城市 你租一套房子 你才能挣几个钱 一个月一千块钱最多了 一个月一千块钱 你一个月就吃一千块钱的 嗯 开玩笑 那沈阳一个月租一千块钱的房子 嗯 你一个月吃一千块钱 你挣一千你就吃一千 不可能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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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如果 如果有七百万的时候 那房子都六千万了 这个说的很现实 这个就是 我们 用一个 活性一点的思维去想的话 就是这个事情 而且呢 你有七百万 你所有的东西想的 你不是说 我去投资 我去抄股 我去买基金 我去买房子 你所有的行为你都是在消费 真正的大权掌握在谁的手里 真正的大权 还是掌握在那些 七百分的手里 七百分 并不是说高考真的要考到七百分 我的天 高考七百分能几 但是 他们也提到很多例子 你知道吗 他们有提到 刚刚他们在那个台下 有提到很多例子 说什么 阿玛云 刘强东 但是你要想到 他们的那个年代 能够上学 能够上高中 能够读大学 你不是七百分考大学 你就算是普普通通考了一个本科大学 那含金量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那个年代受教育的人很少呀 你就像是我妈妈来讲的话 她就算是能考上大学 但是家里面也不会同意她去上大学的 那个时候人 思维就是说那种 哎你能接个班 一个月 剩个几千块钱 不是挺好的吗 然后看老婆 收铁饭吧 你吃一辈子 在什么什么厂子里面上班 上一辈子 就是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你的思维 已经被别人统治了 所以说这些人想要拿七百万的人 他们的思维已经是被统治了 他们只是想说 啊我去买个房子 我等会涨价 但是你想房子谁盖的 七百分的人手上盖的 你永远都是觉得说 我不去说 我既然不用努力就能有钱了 我为什么还要去努力 为什么还要去创造 但是努力的快乐是你想象不到的 我拿了七百分 我可能很穷很穷 我家里面非常穷 我家里面一分钱都没有 我可能上大学之后 我还要申请那个助学基金 但是没关系 你进了名校清华北大 你首先那个学校看你高分进的话 他肯定会给你减免学费 第一点他会减免学费 甚至是不收钱 甚至呢还会说那个 嗯你可以申请那个助学贷款 然后呢就是学校会给你免费的住宿 然后呢吃饭 然后也可以说再给你找一份那种 可以在学校里面兼职 比如说在图书馆 会有食堂这类地方 成绩比较好应该是可以去图书馆的了 然后呢每个月还能给你再赚一点钱 也就是说你既可以好好的学习 你又可以一分钱都不花 同时呢你在名校里面呢 又可以认识很多个老师 那些老师呢也是那种 也是那种名师嘛 你认识很多老师 你还认识学长认识学姐 认识不同层次的人 然后就是你又 你就是有了一个新的平台 一个新的天地 你又有了新的人脉 新的资源 这些东西是你拿七百万 你都买不到的 大家都喜欢来上海打工 所以呢我也在上海打工 对对对 自己在大城市打工之后 再回老家买套房子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正常家庭说实话 也就买一套房子 因为现在不是说很多夫妻离婚 都是为了买房吗 什么什么的 所以就买房他也限购 也不是说你想买多少套 就买多少套 不是说有钱就能做到的 很多东西 应届大学生上千万 对 他那个年代不一样 人家的思维是很灵活的 人家也不是说什么都没有 是吧 人家的思维很运活的 我在台上 我在台上我都没讲完 我在台上 我在很难受你知道吗 我话不让人好好说完 而且关键是 场面它就是有点会很吵 这个不好 就是要那种很正常 一个人说话说完之后 再有人说话就好了 他那个时间控制的很 画面有些吵 王后降向您有种 打上了不容易不容易 我也是打工人呀 所以所以 而且还有很多人说什么 还有人说我有了钱之后 我有了好几百万 我有了七百万之后 我再去请大家 我再去上学 然后不也是一样可以有吗 所以事实证明什么呢 就算你人生当中有了钱 你还是要用你的钱去弥补那些 你没有曾经付出过的努力 你没有你还是想要第一时间 你反应的还是想要去受教育 所以说一样的 受教育学习是根本 我存不存钱 不是存不存钱 不是一回事 关键是要开远 我现在节流没有用 现在是要开远 你要先想办法赚钱 存钱没有用 一定是赚钱才是低位 对不对 你根本你还是想要七百分 你还是想要上学 我要是会理财 你看我现在 你看我这德性 这日子过得这么穷酸 我会理财 周二加油 周二我去杭州上学了 我拿了应援服 我应援服 带 让那个车帮我带回来了 因为我今天 不是我们今天是辆小车吗 特别小 然后就说坐不下 然后有四个人 真的是坐不下的 还有有四个人呢 是要去打车的 我们刚说定好四个人去打车 我们就走下来 走下来之后呢 又有两个人说 他们也想打车 然后呢 但是呢我们说 明明是有两个空位了 就是说 如果是六四个人打车 可以报销 六个人打车就不给报销了 所以呢我们就 我们就 现在等 我们现在等说 到时候看还剩几个空位 看还剩几个空位 要是还剩三个空位呢 我们三个人走 看还剩两个座位 我们就两个人走 然后呢 结果呢 我在等着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把那个 我的包包拿下 拿来之后呢 我就忘了把应援服再带上去了 然后我就让那个staff呢 帮我把那个带回来 能晚上带回来 能两个都要吗 说实话 一般问这个问题的 像就像我一样 我也想两个都要 但说实话 我两个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我两个东西都不IBR 你知道吗 就我离七百万 八干打不着 十一百八 八百干子都打不着 但是我离七百分 差半干子吗 我不是达到七百分的一半了吗 是吧 咱拿到七百分的一半 这不就差半干子吗 说实话 还是离七百分近一点 人生当中 哎也没有惨 大家都一样 就打工人很正常 就是 其实你就 就常来看的话 嗯 也没有什么偶像不偶像的 我们其实就是 嗯 跟那种 就是打工的 都来上海物工人员 在乎物工人员 嗯 但是七百万 说实话 我觉得我们的前辈们 来看的话 他们人生当中 是有可能 努力 人生当中 他们的人生 是有可能赚到的 如果说嗯 对我们是 才可能 哎我也好困 我今天也是 我今天早上 我今天上午一直是 化完眼妆之后 人才稍微清醒点 对对 可能还不止 就是说 其实人生活的也是一个过程 你不努力拿到的钱吧 你之后吧 你还是得做一做闹一闹的 似的 你为什么 什么叫做一做闹一闹呢 因为不是说有个概率说 嗯 没闹字 就是没有 不是没闹字 就是说 如果万一投资失败的话 那这个钱一晚上就没有了 也就空了 这个东西怎么说的 这个东西 嗯 我身边 是有例子的 就比如说 他们不可能有七百万 他们最多也就七万块钱吧 可能说在 十几年前 有个 十几万 几十万的家里面有那种人 嗯 就去 可能说 当时也是说 以赚钱为目的吧 但结果说投进去的时候 哇 亏得一分钱都不剩那种 血本乌龟那种 有 真的有 对 分线比较难 哇 说存银行的 我说好不是你 不如存个零钱通用利息高 我真的 不知道啥想 嗨 能隔中 能隔老家混一套房不错了 别想东京紧约的事 唐神一瓶一千万一套 哈哈 七百万连套房都买不了啊 天哪 就是你看看 就这些东西 钱这个东西 没有的时候吧 其实钱这个东西很神奇 如果说你到月底 最后一天的时候 你身上还有七百块钱 你会觉得你这个月底 还有很多钱 啊七百块钱好多好多呀 但是如果你一年 年底你还剩下七千块钱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我是一年 干了一年活 就才剩七千块钱 你会觉得这七千块钱好少好少 就是钱这个东西很神奇吧 所以说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 嗯 你平时啊 比如说工作 哇一月开七万块钱 我觉得哇我这个月赚了七万 好多好多呀 但是当你想拿着钱去买房子的时候 你就发现七十万都不够 你会觉得 当你想买房子的时候 你手上有七十万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啊 才七十万买房子好少好少呀 就是钱这个东西看着 还是看你在什么环境下 你才会显得珍贵 学区房肯定只涨不跌啊 学区呢 来来回回 一点都孩子住了 孩子用了 都强手呀 唉 吃吧 唉 现在房子真的太可怕了 唉不是 刚开完会说不让炒房 不让炒房 这些人怎么还炒房 唉 不过 我说实话 我要是有几个楼盘啥的 我倒希望房子涨一涨 如果我是七百分的人 不要相信开会说的 其实国家在呼吁 国家在控制了 真的 国家也很渴望啊 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夫妻 离婚买房子呢 家离婚买房子呢 对不对 国家也很渴望控制 唉 你能这些人买那么多套房子 唉 分我阳台住也行 真是 午夜费都付不起了 嗯 超发的钱没地方去 唉 可不是嘛 我也想了七百分 为什么我没有那个投票器啊 我跟你讲 我要有投票器 我今天肯定打到问盈 不劳而获获得的人生是虚无的 虽然我也很渴望这么虚无 但是 但是真的 不劳而获全都是虚无的 但是你要有 他们有一点 不管是想要就是 不管是他们说想要拿七百万做投资 还想要拿七百万买房子的人 所有的行为都是属于消费行为 但是 只有我们 这种拿了七百 考了七百分之后 盖楼的人 啊 我们这个不叫劳动力了 我们这种盖楼的 我们拿去做事业的人 拿出去创业的人 对我们这种行为叫做创业 我们这种行为叫自主创业 我们是白手起家 我们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而且我们 所以说这种这种东西它不叫打工 并不是说我拿了七百万 我就可以让谁谁 就可以让七百分的人打工了 七百万 区区七百万不足以操控 七百分的人打工 反而是七百分的人 可以引领七百万的人消费 28万就财富自由了 我的天哪 但如果你啥也不干 你要是也行 你要是觉得啥也不干 我也不用 我没什么要求不由不求 一天早晚清爽小菜锅子 那也可以 嗯 嗯 你就也说了 老王为什么 老王为什么能 拥有这么多的工 拥有这么多的事业 是因为他就属于七百分那一类的 对 说了多明白 你说七百万 你连个总选第一名都投不上 除非 除非投一个已经很厉害的成员 嗯 祝你玩火 他学习很好的啊 他是复赞的吧 我记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大学 还出过留学 而且是在那个年代哦 你想想 他是六零后 六零后 零校毕业 又出过留学 很厉害的了 真的算七百分一类的人了 对啊 真的是很厉害 这就是七百分那一挂的 看什么 七百分那一挂的人 年龄消费 七百万的人只配消费 吃完宝贝 我小时候看过 但是我真不知道是他 这是一个 芋头的片 芋头的 就是跟薯片差不多 那薯片是土豆吗 它是芋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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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实呢 我之前看其他说的时候 就是 视频里面 就是他们在 他们在那个视频里面说 我在视频外面说 嗯 其实奇葩说跟专业的吵架去 业余的吵架已经不能满足我了 哎 但是 但是 但是这种东西辩论真的不是比大声 辩论也不会吵架 辩论这种东西要乱 李德夫人 买了零食还没有吃完 哎呀没关系小姑娘胃小嘛慢慢吃 而且辩论有一个终极奥义 就是说 永远 要创造新的问题 让对方哑口无言 而让 不是哑口无言 这不能叫哑口无言 不是 永远要创造新的问题 引得对方深思 并且不要回答他的问题 要不然 你就总是在被对方牵着走 嗯 抖音直播是18号 嗯 18号 嗯 不能打起来 打的是办法 来 打鼻 打鼻 打棚 打鼻 打 relative 哎呀,只有低的那一方才在提问题 而高的地方呢,只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不是回答问题 我们只是阐述自我的观点 但是有多少人认同呢 不在意,不在意,真的不在意 其他会都是M票的,我有的时候也是抢头草 但我不是所有的时候,我大部分都是很坚定的 有的时候也是,我觉得他说的很好 就很想M票,你知道吗 他说的很好 但是我肯定始终的观点 最终的观点肯定还是要定到一方 看一看的奇葩说就可以参加吐槽大会了 这是一个进纪路线 你们团团是有前辈去过的 但是,嗯,去过 我不是故隆家比也好笑 嗯,那个 看秀 那我之前,那不对 这逻辑不对 我之前还走过秀 那我走秀的时候起不是超级明星 虽然走的是风尚 嘿嘿 我们自己的风尚 是吗 我怎么记得是一个人穿 哈喽,晚上好 我这灯光好爽 我走秀 我走秀好,我这不是走秀 我灯光好爽 我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我很懒 我不想 我不想拿架子 我只能这样 新的反途吗 嗯 嗯 天呐,你没有看到他们的妆吗 他们的妆比我都弄了 真的 真的,他们妆真比我都弄了 真的,他们妆真比我都弄了 嗯 嗯 嗯 我不能 哪 他们妆贼能 嗯 网红可能是过来想打板吧 过来看那个衣服拍拍拍 回去打板 嗯 让你们秋冬新品 我夏天就发售 嗯 嗯 嗯 然后,眼妆 咔 眼妆 别地方不知道 白手腕我不行 我,我,我没有力气 我手腕就这么洗 我手腕就这么洗 我一点,一点力气没有 我是个废物 不能不跟我白手腕 白手腕啊,我是自取欺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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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妆 其实一定要清 清透 不了解 人家撕成活动了啥关系 不了解 了解和我也没关系 但是,底妆其实很简单 不是很,呸呸,说错 我的意思是 我这个很简单 是指步骤很简单 不是说手法 手法非常难 我到现在不会 给我讲一下 步骤 步骤 步骤这个东西呢 底妆先涂 正常的护肤嘛 十五霜啊 十五霜,爱涂涂涂涂涂 看护肤 护肤完之后呢,涂个防晒 涂个防晒之后呢,涂个隔离 然后呢,拍一拍 摸,摸,摸好,摸匀 嗯,然后呢 不能,就有的时候容易搓泥 你要选好那个防晒跟隔离 不然不能搓泥 搓泥就废了 然后呢,隔离也选的很重要 隔离最好选一个那种 能显得脸色白一点 有点润色效果的隔离 然后在针对性的黑眼圈的地方啊 随着暗沉的地方 稍微做点遮瑕 然后拍开 嗯,然后呢 在这,就稍微遮瑕 然后提亮 就是那种啊 这种地方 这儿,这儿遮瑕 然后这儿提亮 然后再拍开 自然的拍开之后呢 就是 打匀拍开之后呢 直接上上散粉 上散红,上散粉 什么的就行 不用费点涂粉底液 然后涂粉底液 感觉现实生活中涂 时间久了会暗沉 嗯 用料上就是可以简单一点 嗯,我白手腕 我输了 我输了呀 我从来没赢过 其实要是白手腕 让我赢了就是放水了 给我 你找个最瘦的白 你就找李玉健过来跟我掰 我掰不赢 我是真的肺 我为什么这么肺呢 因为我身上是虚胖 就是我是虚 然后加上囊 虚囊 就是虚 很虚 身上很虚也很囊 官博 你那图书发的很专业呀 因为 我说虚 对 健身说对了 是 我是 我不健 为什么呢 我懒 就是 具体 他们真的去健身房具体 就是真的 就是能掰手腕的人 真的是去健身房具体的 我的是虚 不是那种胖 他们到浪踩商女子关去了 我知道 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他们自己的摄影师 我看了 他们自己的摄影师 都没怎么给我们拍照 可能还不认识我们吧 我丑了一眼 一米水是炙 不是炙啊 那个叫调理 湿气的管虚吗 嗯 我的身高 是一米六五 我是为了 有一个美好的向往 我当年抱身高的时候 我是觉得 我身高一米六五 穿上鞋的话 应该可以有一米六八 但是呢 我如果说一米六八呢 一米六八的人 万一抱了一米七 那我岂不是很尴尬 那好的 我现在 我现在退 那我能不能长到一米六七呢 这是个玄幻 但是我从一米六五 长到一米六六 一定是也很容易的事情吧 我就不相信 我是一年一厘米也不长 哎 结果一年一厘米也没长 够气的呀 啊 啊 蠢气的水桶 但我就算搬东西啊 对嘛 你看我穿上鞋子一米六八了 你看 在门口跳舞 你们看到他们 他们那个组合 哎 不能提别人 不能不能不能说别人 蛮不错的 也蛮不错的 对 穿鞋 鞋有弹性吗 是不是 是我呀 他们在弹幕里面 当然是喊我了 啊 真的好像求生欲 也有真的很高 蛮想 蛮想烙两句 不能烙不能烙 万一哪天火的 被人扒出来怎么办 被人扒出来 然后说我拉抬别人怎么办 不行不行不行 我还是很有自觉的 他真的很想烙一烙 急的我真的是 太明显了 我就算是用萝卜青菜代替都能听出来我说的是啥 太明显了 嗯 今天是 延庆公演吧 嗯 我看看 我想想 我用萝卜青菜来说的话 嗯 我只能说 人家 萝卜青菜的 嗯 嗯 穿的就是 嗯 不是穿的 萝卜青菜的外包装饰 比较不错 比较专业 嗯 我喜欢做做手 我可喜欢 就是喜欢 就是 我觉得比较好吃的东西 我会在大手 嗯 我挤的手很干净 前同事 回归 乐乐 韩家乐 是吗 是韩家乐吗 我还以为乐乐会来我们队 嗯 自恩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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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野蝶真漂亮 看到没有 野蝶涨价的原因 就是因为 它要进化了 因为 因为差对花太多 真的吗 嗯 嗯 以前那是铺龙鹅子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水水墙叫叶蝶是吗 你们太看蝶了 你们太看脸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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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白啊 嗯 夜蝶疯神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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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刚吃的 哎呦 哎呀 擦擦擦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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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去了 我觉得应该还是公司的安排吧 哈哈哈哈 我们都是乖巧听话的打工人员 那也是公司的安排 公司的决策 我们复若听话 可乐可乐 气泡水 反正大家都喜欢带气的东西 我有的时候也非常喜欢 但是我分阶段 有阶段非常想喝点带气的东西 但是这个 这个不是蓝色的 这个是灰色的 灰色的就不像 蓝色的像 但是这样就很像 这样是很像 哦 扎 双马尾 拜拜 不怎么喝 肚子 而且没奔到哪去 嘟个口 摆标冰奔北坡 也没笨到哪儿去 就这样 成熟 跪下叫我姑奶奶 成熟 没事 我就是那种 你看的那种比较成熟的 你觉得它很成熟 你可以跪下叫它姑奶奶 你可以给它磕三个响头 不过姑奶奶目前不会给你发红包的 我哪有马甲线呢 这都啥 你咋这么 我们成林是唯一一个 有插队马甲线的人 不是对 其他的人那个不是马甲线 其他的人都瘦的也跟排骨条似的 但是成林是 锻炼的那种 很漂亮的 他瘦的也很漂亮 排骨条也漂亮 反正就是瘦的 瘦出来的纹路也好看 锻炼出来的纹路也好看 都很好看 那我并没有什么纹路 就是他们有的人是不需要做什么 但是他的手臂上是长出来的肉 是按照块儿长的 一块儿一块儿的 一条一条的 就是那么一粒儿长出来的肉 就是长出来身上长出来的所有的肉 都是按肌肉块儿长的 我不是我只要长肉就是单纯的一坨 别人都是肌肉块儿一坨 有的那种天生的肌肉体质 就是这样 线 我没有测过体质 但是我猜我的体质应该还蛮高的 他们是为什么说我又说了 是因为我那啥 因为我那个衣服 我那个衣服很大 所以显得他们会那么强 一体成型 对 是难长肌肉的 然后有的女孩子 有的人啊 有的人是天生的那种肌肉体质 让人好羡慕好羡慕 我之前是有 就是在沈阳的时候 之前其中的一个室友 他天生的一个肌肉体质 天啊 我们都羡慕死他 长的都是那种硬硬的肉 结实的肉 身上存在都没有一点那种 身上都不是爪子 都是硬的 刚刚硬的那种 蛮好的 就是不用锻炼 天生就可以长出来那种肌肉块儿 运动的好料子 运动员的好苗子 好 我们今天 哎 卤体 肚肚 肚肚上的肉 摇呼拉圈吧 摇呼拉圈吧 我看宋毅就摇呼拉圈 之前在综艺上面 宋毅说的 他就摇呼拉圈 然后难过 你的肌肉 我以为肌肉会掉下去 不然他肌肉已经变成肥肉了 运动会 运动会 主要的项目是快乐体育 然后呢 拔河属于我送人头行为 但是我在送人头之前 我跟队长问了一下 我说队长 请问我们队在乎名词吗 如果我们队在乎名词 请你不要写上我的名字 如果我们队不在乎名词 只是重在参与 你可以把我写上去 因为这个这个活动 没有多少人愿意参加 我也懂得 因为拔河 拔河是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项目 我说好的 结果发现 哎 哎 我们对我们对比较有爱 比较重视参与 好 戴好戴好戴好手套呀 哦 增加肌肉 这个挂不得 挂不得有很多健身食品的诞生 队长就是属于那种 天生的肌肉型 它不是那种你们所想的那种 它是瘦 它真的很瘦很瘦 它非常非常瘦 它身上是没有一点点坠肉 就是长出来的肉 它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 长出来的 就算长肉也是那种硬的肉 也不是那种软的肉 是那种 它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类型 老天爷赏饭吃 真的 这种上镜漂亮死我一决 好羡慕 哎 我体脂高一点 当然不好了 没办法 这个东西天生的 这个我遗传的 我妈妈就是这个样子 人类动绳子过去了 不是 你知道 拔河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能连人带绳子一起过去 真好看 谢谢 但是其实它应该是有劲的 它不薄的 它 你看它掰手腕 它是有劲的 有力量性的 它是那种很健康的瘦 就是有的时候那种瘦是让人觉得 会很担心啊什么 但是我观察过它 因为我也觉得 我说 我说 哇天啊 手腕太瘦了 我说手腕 你这 瘦这样 但是发现它身体其实还挺好的 就是 不挠 你知道吗 不虚 就是它是 不虚的 这个蛮好的 没事 我就这样 我就是这样 我已经接受我自己这个样子了 我争取一下 我希望可以站到中间 你知道为啥 站到中间就是 它们有时候不好拍 因为巴图的时候表情不好看嘛 所以这样子 它们不好拍 就不会拍到那种很丑的 不过巴河站前面的话 很容易被拍到那种很丑的 力马使劲准赢 太难了 我就觉得吧 今年巴河 冠军即将在S队跟H队当中诞生 H队撸铁的好像挺多的 S队好像就在我印象中 一直是巴河的number run 所以我觉得 今年第一名 应该在S队跟H队当中产生 不行 我如果参与了的话 我肯定要好好办 我肯定就是使劲使劲啊 我就要送人头 我也是使个大劲才送人头 我也不说上去直接 给你我的头 我跟你讲 那不是蠢吗 我上次说 给你我的头 神经病啊 是不是 我也是要等人家把我的头 揪下来之后 才算是送人头行为 感觉 阿兴是那种 鲁铁类型的 我只是感觉 哈哈哈哈 但我们对陈琳 感觉阿兴跟徐扬前辈是那种类型的 气势不能说 对嘛 他们都还是练两下子 有点东西的 有点东西的 我们的房间有一个呼拉圈 我们的房间有一个呼拉圈 有的时候会摇一摇 呼拉圈摇的时候还打得腰上还挺疼的 但就是要那样子才能有效果 就之前看那个宋毅 他说练呼拉圈 可以瘦一摇 赶紧就搞了个呼拉圈 我后天去杭州 明天不去 后天去 我没收拾箱子 虽然去几天 但我觉得我还是带个箱子 对吧 还是要带箱子的 带箱子很麻烦 再纠结 因为我感觉我的箱子很大 但是如果出去的话 拎着就很麻烦 但是想到我而不带的话 我就感觉没有安全感 有的时候 你突然到什么东西 你找不到 你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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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住的话应该是住在一起的 我觉得应该住在酒店吧 要不然他们对方公司还给我们准备一个宿舍 对方公司哪有这么的体贴 对不对 我喜欢体育 我只喜欢体育课的自由活动时间 然后可以去小麦布 古装还是很好看的 但是你知道古装里面就是那种 你平时拍照的时候你穿的可以很漂亮 但如果拍戏的话很难很漂亮 因为拍戏的话 首先肯定拿不到主角 演配角 演配角其实不重要 因为如果是你女二号女三号的话 女二号女一女二还是漂亮的 但女三号之后可能就会 如果这部戏里面不太需要的话 如果这部戏不是后宫戏的话 不是蒸奇多颜的后宫戏 那基本上妆容就已经可以忽略了 但是女三女四可能也演不上 能演什么呢 演旁边的丫鬟 虽然演丫鬟的时候 演丫鬟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会给你化妆的 为什么不会呢 看他们的很多人的定装照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全靠底子在硬扛 如果你有那种定装照拍的非常好看的 绝对是自己偷偷的化妆了 偷偷偷补了化妆品 所以就是基本上好不好看 跟拍拍戏其实没啥关系 因为拍的戏说实话不见得会好看的 不如你平时的那个去拍照的时候那个漂亮 拍戏的时候主要是感大溜嘛 如果你是一个众演员之一的话 给你弄个头发 给你穿个衣服 可能鞋可能还都是不一定有自己的鞋呢 估计最好是自己带一双过去 这可能是有点惨了 有点像群演了 有点惨了 这是一个秋天的奶茶 自己画也不行 肯定不行 但是除非你偷偷画 过几天就是农历的三月 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空 可以去杭州走走看看 万一学习比较累怎么办 我只是在忙猜 我也不知道未来的行程是什么 对你要是能偷偷补妆 偷偷化妆 不被骂的情况下 那是可以的 但是之前那个什么 之前他们在那个 那个反正那个演员请就位里面 不是有导演说过吗 导演说 不要你那个妆 你那个妆就是个网红的妆容 我们就要这个这样学生的那个样子 我们就要这个这个的 我们就要我们定的那种 就是人家有要求的 你又不是女一号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行的 我们高铁去 高铁去 你还不能自己开车去 自己开车去 那咋活累的呦 我的天也有 司机开车开迷的了都得 关键是司机开过去还得开回来 就巡演的时候去过杭州 这巡演的时候 他们还想去杭州拍戏服拍照呢 结果拍啥的 他有空拍 一点空都没有 忙得不得了 他们都已经 跟你讲 你们要是开车去 司机现在立刻不同意 司机第一个不同意 但如果是开车去 我们有很多东西的话 开车去会比较方便一点 我们也没啥东西 恒电 恒电离得其实不近啊 恒电 人刚说完 一米六五 哈喽 对啊 恒电不近 恒电挺远的 啊 这是又偏又远 这咋开呀 你说人类坏了 都得 为啥不能坐车呢 高铁不是都有吗 为啥不坐高铁 没明白 哎 我其实挺想去恒电玩 因为我觉得恒电 没准你可以碰上明星 我没去过 我幻想 我幻想 因为可以碰上明星 对不对 很多景呢 拍照 哎呀 鱼龙困塌的地方有点大 人有点太 嗯 哎呦 我的天 那也不能开一晚上了 你说开一晚上去那人都傻了 真的 你说谁坐一晚上车 人当的人不傻了 感觉地儿小 人多 可能就是找看 看去的是什么时候 有剧组拍戏的时候呢 应该还是挺 我也看过那个电影 我觉得看 就是他们都说 就网上就是所有 就有一些当过群演的人 他们去评价 都说这个电影 很真实 非常真实 很真实 哎 其实我当时我还挺好奇 很关注过 因为那个电影里面的主角嘛 我还很关注他们之后 结果发现 路人家 真的就路人家之后 就也没有之后 所以挺难受的 因为感觉看有一些人 真的挺有实力的 我看到路透了 我们 我们 哎 我们那个哪儿 我们嘉心路经常有拍戏的 你们不晓得吗 我们都撞见过 我们之前去剧场 那个弄车的时候 好多好多人 围着我们 等我们 你知道吗 那个剧组就觉得 会透出去什么的吧 剧组就把他们的一圈 给围起来了 但其实很多很多人 等的是我们 看的是我们 不是看他们剧组拍戏 那么剧组把自己围起来 过起来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拍照 我想拍戏的原因 其实是觉得拍戏 应该能赚的很多 对呀 工资多呀 赚的多呀 可不嘛 人家 人家粉丝等的是我们 他们在我们门口拍呀 你说我们粉丝不在 不在那 在哪里 还凶路人 哎 真的好多剧组都会凶路人 我之前去那个 七宝老街 也看到人拍戏了 拍这种现代的东西 好像是广告之类的 他们那个剧组也在 也在感度人 就是害得我们 那个走路都走得很拥挤 你知道吗 哥们留了一条小小的路走路 那我们也是去 七宝老街玩的呀 那你们在那边拍戏 你们 挡着人家走路了之后 还凶我们 然后 还干人 还很干人 然后 我看了个明星 可以打个打招呼 还可以 明星 是人重 你们知道吗 但是其他的几个明星 我没看清 因为人很多 然后打了点招呼 哈哈哈哈 你们怎么排上队了 我也不知道今天这啥剧 也不能说是胡说安弟子 因为很多剧根本就上不了 就是拍了也播不了 有很多很多剧 其实拍了根本就没播 有的能播 能压四五年 再播出来的 已经是很幸运了 有的压了四五年 也播不出来 十年 二十年都播不出来 但是能挣钱呀 挣钱就行 管那些 挣钱就行 你都看到蜘蛛甲了 对我看老师这个 好像他不是拍广告 还是拍戏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是在拍啥 天呐 郑修精 邓伦 郑修精 天呐 郑修精好漂亮 就是我有朋友 不是在密室上班吗 然后 就是在密室里面的时候 他们就 就有邓伦去玩过 然后 之前不是有那个 密室大逃脱吗 邓伦不是也是 也在里面吗 然后他密室大逃脱里面 就表现了什么东西 都很害怕 胆子很小 我们以为是人设 你知道吗 我们都以为是人设 我以为他们正常 生活中 他也很正常 所以我没想到 邓伦玩了一个 完全不恐怖的密室 结果他全程 是扶着墙走 吓得不行 但是那个 那个 那个密室 我也玩了 一点不恐怖 就是还挺温馨 很感人的那种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吓成那样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把他吓成那样 很奇怪 哇 那看到正绣经 那一瞬间 岂不是 天哪 正绣经就是 那种看 岂不是很 就是很 但其实也没啥 因为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 我们 如果我们幻想一下 我跟正绣经 面对面 我可能会觉得 天哪 正绣经 但如果我真的 跟正绣经面对面 我可能就 啊 正绣经 就是 也就是这样 就是现实生活中 就不会太怎样 其实 还卖书 真的呀 还卖书啊 还有这个活动 看来 小卖部里的冰淇淋 是大家的宝贝 羡慕了 还有卖书的活动 我的天哪 就是 其实就真的是这样 一般越不在 越容易遇到 但是 因为 之前 就是前辈们 不是经常 前辈们 他们从清理 回来的时候 不是经常 会过来录舞吗 然后就有很多 清理的选手 也来到我们生活中心 跟我们前辈 一起路过舞 所以呢 我们也是 我那天也是 从小卖部回来 吃瓶棍 就是清理的一些选手啊 前辈们啊 什么的 就是从那个 呃 我们的门口出来 我们从门口进去 就是这样 我们也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以前以后进去 就是这么看着的 然后 本来呢 我在考虑 我在想说 我说 哎 那既然都是 前辈的朋友吗 那我们是不是 也得说声前辈 后来我想说 不对呀 那就是也 好像 出道也不一定 是吧 但是我就在 纠结 要不要 怎么喊 怎么 要不要 居个宫什么的 后来我想说 那如果 我们居宫 我们明明同样 都是公司的 就不 虽然是不同公司吧 我们都是艺人 感觉好像 居宫就不太合适 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样做的时候 我就咬着冰棍进去了 所以咬着冰棍 就运进去了 疯狂英语 卖书 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们 就是会那样卖书 我小的时候 也有那样来学校卖书的 但是我不会买的 我绝对不会买的 我没有钱 除非你强制要求我 必须带钱买 必须买 今天不买 不能出这个校门 学校规定 必须买 那我们家 没办法 我们也会付钱 当群演有工资吗 如果有工资的话 还挺好的 哎呦 这个名字有啥的 真的是 签名有啥的 我这人生中 我就想过 如果我有签名 我签名上能卖钱 我这辈子天天签名 我天天24小时签名 只要能挣钱的话 人生中 就是小的时候 真的想过这件事情 因为经常有人 会在那个本上 练签名 我也练过 其实 但是 都说 你能练的玩意 干啥还能挣钱吗 结果还好家伙 我是挣不着钱 但是 我们公司 挺有套路的 买的多的 就能离 六号零同更近 不是你离人家 那么近 能干啥呀 他在二中拍 你才一中 哪个剧啊 是拍的是那个什么 什么狐狸的夏天 不是 那邓伦还去过我们剧场呢 我还跟我们说过话呢 不是 那我们当MPC之后 还跟我们唠呢 啊 你是不是你 你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那个 其实就是你真的 看着了 就不会觉得咋的 就是 他不是还跟我们 去过剧场吗 对呀 几条嘛 几条不是还来咱 剧场录的吗 不是在我们剧场 后台那边 做游戏吗 都怪你考的分太多了 没事 嗨 那拍个C又啥了 你以后那能遇到 更多好事呢 那不叫好事 没事 多考点好事 多考点分是好事 那个戏不是好事 那看一拍戏 有啥可看的 对吧 这玩意儿有啥可看的 都能报名自己去 去去去演 去去去 群演 群演啥的还挣钱呢 我都想去的 群演 挣挺多呢 有的时候 一千两三百块钱 啥就不用干 你就在旁边坐着 走道啥的都行 两三百呢 对吧 我也看过那期 代表和他握手 还拍照了 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离他近有啥 好 就 哪能就是 你买多 你坐近 哎呀 这啥套路 这个学校 真实 中美合拍 还不交税 啥呀 中美合拍是啥呀 啊 这有啥可和家里说的 这有点小事 有啥可和家里说 啊 我今天去看秀了 我妈 我妈妈 今天去看秀了 秀个啥呀 你上去走一圈了 没有 是吧 我要说 啊 我看 这看去了 你上去走一圈了 没走 是吧 这是啥 配玩钱 那小孩哪有钱 表面工作做的 做的那啥 等哪天要是能去 米兰时装周的时候 再说吧 我走了呀 我风尚不是走了吗 人生中没意思 风尚不是走了吗 风尚倒是给 哎呀 我风尚走了呀 是不是 我用微博还没发呢 我还得发个微博 措辑一下 今天再不发就晚了 赶紧把那时装周的微博发了 梳着玩 挺多买一套就行了 买那么多套 还行 正常常 就正常常 就还行 挺正常 基本上也就是那样 哎不是 但是我们家人特别喜欢我卖书 你知道吗 带货带书 但是我是没有见过带货 抖音带书都是那种带书 就是那种拍视频 录视频的时候 比如说提个观点啊 叫什么 如何让你 就是什么 如何理财的三个方法 然后开始逼里巴拉讲 叫安秀说 我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这本书 然后说大家买书 就感觉好像你买了书 你会理财 你就会成功学 你就能发财了一样 我们也有呀 我们也有很多吃的 然后也有你说的那些什么鸡尾酒 什么小吃什么的 我们也有 但是我们是在秀场的外边 有一个休息室 休息室里面要吃 书里面书里面有啥呢 书里面一般会送 买杂质 你们知道会送东西吗 买杂质的有时候会送一些包 护肤品化妆品 那个送的很好 就是送的东西比杂质都贵了 有的时候 对对对对 对就是那种带书的基本上就是会 卖书一般都是这么卖的 没有那样喊着卖书 如果让富博注意到我 也许真的有这种书 也许真的有 城里套路深量 广告植物 但也确实万一有的人 但是确实也是满足人的需求 那万一有的人 我就想去研究研究成功学 我还找不着途径 我不知道买哪一本成功学比较好 那我看你这么一说 我这个成功学 我觉得重草 我在你这买了 就是有些人也是这样 小的时候经常送光盘 送池的 送光盘 然后送那个磁带什么的 你没有看到 嗯 你没看到 是因为那个地方是VIP休息室 哈哈 说的有点 加薪 他可能是准备了一部分 就是给人 就是 可能 你没进去那个小屋吧 我们是去的不同的小屋 叫什么 富有诗书气自华 被抓出去了 这就是传说的插出去 自转 他自转也许真的会啊 但是可能是握他的手的卷 不是握我们的手的卷 听懂掌声 买专辑送卷 啊 啊 对对对对 这也是 这也是这样 也是这么一回事 买写真送我手卷 对 也是这么回事 哎 哎不是 那个写真拍的那么赶 那个写真拍的愣个赶 居然还能卖钱 我真是 我真是神奇 那个写真拍的 真的是好感 好不赶呢 那次赶得不得了啊 大家都着急忙 华 然后结果 结果 还是 但是 还好吧 其实像我们的公演啊 还有那种 B50啊 都会除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 你买完之后 也不贵吧 一本 就买完之后 你可能以后也会觉得 哎 这个是 那年那年的B50 过个十年二十年 还能有记忆 哎呀 我都 我在那个写真里面 我都可劲儿找 可劲儿找我 我说我跟哪儿啊你 可劲儿可劲儿可劲儿找 我跟哪儿啊你 哦 旅行日记 对 旅行日记也是那种 每次会出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经常看 他们有人在那边 说 写啥呀 写啥呀 发誓 我的天哪 我的发誓 它是两个沙子蝴蝶结 很朦胧的灰结 为了成员派利德 因为那个有书送那派利德 是吗 你们也会带派利德吗 生鞋太贵了 生鞋真的很贵呀 但是我们生鞋 我跟你们说 嗯 看什么样的生鞋啊 我想想那种 呃 那种 那种 你看那种白布 然后很多人在那块 像淘宝模特 是咔咔咔咔咔定住 那种白布下面的生鞋 成本很低 你能看到的就是白布 但如果是那种 在什么公园里面啊 嗯 或者是在那种 有场景布置的生鞋 就是什么啊 有个有个什么沙发啦 有个什么壁纸啦 什么的 有点道具啊 什么的 那种生鞋会稍微有点成本 如果是那种 白布下面的那种生鞋 卖的还贵 就很过分了 我觉得是那种 有不止场景的话 有场景的成本 有场景的生鞋 贵一点还好 如果是那种 没有场景的生鞋 那为啥卖那么贵 60 60是一张吗 还是一套 60如果一套的话 一套完整四五张的话 其实也就还好 我只是猜测 四张一百 四张一百 其实还行吧 还可以吧 要是包邮的话 还行 他包邮吗 他要是包邮的话 其实还行 等一年就降价了 一百买的 其实还可以 包邮的话还可以 谁给我包邮 不包邮 不包邮的话 要是优费不贵的话 也还可以 优费能贵到哪去 优费肯定是个 起不价就行 因为这玩意轻了 那还可以的 其实 拍立的两百三百 这个很便宜的 不是很便宜的 这还可以了 因为我之前 有一个拍立的 是因为那个拍的 拍的 嗯 怪好看 那个拍的 拍的怪好看 然后那个拍的 就被炒得很贵很贵 都快一千了 我都吓死了 我说 我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 我说 我说要不然 你把这一千给我 我给你再拍一张 你炒那晚上干啥 我惊了 惊呆了 对呀 应援物就很好呀 因为应援物里面 有毛巾 然后有我们的 那个棒球服 还有棒球帽 有长袖 有短袖 是不是 我觉得应援物也很适用 我的那个应援服已经上了 要不然今天本来直播 是刚给大家看的 我应援那个短袖已经到了 是黑色的一件 潮流包是啥呀 潮流包是啥呀 这种大礼包吗 里面有很多东西吗 潮流包是啥呀 内容是啥呀 对三七二七五四七 我的我的短袖 然后他不给我带了 应该一会儿就到 就生息一会儿就去接我的衣服 反正夏天 你的夏天一定缺一件短袖吧 反正都缺一件短袖了 那不如就来一件 王沛言的应援服吧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说那个东西了 那东西我当上穿个粉色的衣服吧 然后 对对对是雪地拍的 哎呀给我们动的呀 动成傻子了都你知道吗 哎呀我天 给我们动的不行不行了 我有印象了 我想起来了 我记得了我记得了我记得了 那家伙动的呀 马尾 为什么还有马尾呀 马尾我 不太不太记得 雪地我记得 因为雪地太冷了 就记住了 三七七二七五五四七 进群订购应援服 并且赠送甜美大礼包 手感真好 是不是拿了 大牌了 沈阳时期的 还是挺多的 还有饰品 神奇 我都不要的 哎呀这么一看的话 我已经度过了很多时光了 我的天哪 那是好多年前拍的了 摔牌 其实还好 四个二八脸王带走了 这扑克牌就要发挥它的作用了 那个其实还好 那个都动的不行了 你知道 可能动的都 就这样了 都动的 每个人都动的 那么傻了 都已经 然后那个衣服 做的是冬天的那个衣服 那个是做的有点像那种 做了统一的 做两件 一件棕色 一件粉色的 做两件 还行哈 他们还知道给出了 他们没给我扔了 不错 哎呀我记得之前 那边都有可多姻缘物了 快那啥的时候 卡卡都送了 你知道为什么会都好看吗 动的 脸动通孔 就动的整个都 收紧 打牌玩钱吗 打牌的时候注意到几钟 不然可能会输钱 嗨 人那时候挺火的 以前那时候挺火的呢 真的是 赢了好几把 应援服 应援服 其实真的 我是觉得应援服 肯定比校服好看 拍照片上 人被拍扁了 应援服下季款 下季款已经有了呀 已经可以联系 应援会了 因为我已经看到 我的那个是黑色的 真的可以用啊 我是觉得真的可以用 对吧 很适合上学 很方便 活动 好吧 那我们今天直播差不多到这里 然后我去卸个妆 等我卸完妆 歇一会儿 玩一会儿 差不多 我的应援服都到了 对 但是打牌的时候 确实很多人喜欢这样 啪 这样 啪这样摔一下 我是属于那种摔的 就是特别最后一把的时候 会这样摔一下 就比如说 出了就赢了 咔摔一下 对吧 拜拜 拜拜 没事没事 打 玩 该玩玩 拜拜 拜拜 该玩玩 没事 不用客气 该玩玩 干啥呀 没事 不那么柔就行 正常玩没事 玩 玩金钩教育 或者玩这种 抽的那个牌 很厉害 就能用很久 拜拜 嗯 鸡掌 拜拜